这是一块聚光能力极强的菲尼尔透镜 它的作用是把光线取出一个典型的高温点 然后这里有片镜子 不用这个菲尼尔透镜 是聚集光线打到玻璃上 镜子直接反射到它自己身上 它会自然吗 OK 我们先来一个简单的挑战 就是一秒着火 一秒钟着火 一秒钟着火 一秒钟 各种现在只要聚光了 在光和热烈的情况下 一秒钟绝对就是能点燃任何可燃的东西 第二个我将鸡蛋砸到这个玻璃 可以看它多久能把鸡蛋煎熟 现在我眼睛是完全看不见的状态 特别的亮 喂喂喂 鸡蛋已经白了 眼睛不能看这个光点 OK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鸡蛋 这个鸡蛋其实有点不好煎 因为它不能加入到底部 如果能够加入到底部的话 那就挺好了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这只是加热了大概几秒钟 因为来的地方都是瞬间受热的 又第二次我要用它来煮一下水 试试看行不行 这里准备了一个小水 直接就给它去跑 聚光有点难 哇 聚到光了 这锅在咆哮 我现在来计下食 现在是12点37分 感觉这水已经飞了 从连那个气泡帽的 现在过去了两分钟 我们来摸一下这个水 哇 哇 真的已经很烫了 我等五分钟看它能不能沸腾 OK 现在已经过去五分钟了 能够达到六七十度吧 但是这个聚光点老是飘忽不定 因为我拿着它只要会晃 所以说没有真正的百分百聚光 这也是个问题 但是它的温度已经挺高了 就到了六七十度的样子 而且它中心点的温度 应该一直都是有沸腾的状态的 就有小型号冒出来 冒出来 冒出来 OK 我们现在来试试 这个最残忍的时间 让它自向残伤 先把这个聚光点聚到镜子 然后让镜子的狙几点 反光在自己的板子上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操作成功 OK 我现在准备一下 这是个镜子 给它聚光 聚到镜子上去 我怎么感觉 它不聚光啊 镜子的角度不对 我们把镜子的角度放 放起来 然后让它来聚光 聚不到啊 我的天 怎么回事 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看这边 已经聚成一个小光了 虽然没有那么集中 但是你们看那墙上那个孔 这个飞镜头镜子 是一个黑板在这里 它聚光点飞去哪里呢 镜子是把那个光点 反射到另外一地方去了 但是我找不到那个光点 找不到啊 聚集不到 它自己都很难对焦 搞定该这就是最大的聚焦点了 大家感觉 这是最大的吧 应该 这样子已经聚成功了 看那边镜子的造影 看那边镜头镜中间有一个白光点 然后看这个镜子 也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也不是很烫 看它折射掉了 我们再找一下它的折射源 最中的 聚 聚光 它放这里它会不会烧 这就是聚光点 这就是聚光点 但是 然后只烧掉 把它聚到镜子上 已经去最集中了 这已经是最集中了 我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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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镜子烧坏了 镜子刚才在摸烟 看一下 镜子在冒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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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比较难找折射点 就是这个光线的折射点 折到自己的镜子上比较难 再找一下角度试试看 看 这个镜子也要被我烧冒烟了 我的天 镜子都冒烟了 关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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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烫死我了 那么如果想用自己烧自己的话 可能需要好几块镜子 然后这样子折射之内的吧 有小伙伴懂的话 可以告诉我一个原理 我下次实验试试试看 它能不能烧起来 那视频要介绍大家 视频记得评我的点赞 关注哦 拜拜